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澳洲政府對於中國的態度相當強硬 尤其是在疫情演變成全球大流行之後 澳洲總理莫里森和外交部長佩恩 先後都說過要提倡 搞一個國際性獨立調查 審視一下病毒來源和中國政府應對疫情的辦法 於是引來中國的不滿 最近澳洲媒體澳洲金融評論 訪問了中國駐澳洲大使成經業 他強烈批評澳洲總理莫里森 主動要求搞這些國際調查 是相當危險的 不僅不會引起全球領袖的關注 而且在這個關鍵時刻 走去訴諸猜疑指責和分裂 只會破壞全球打擊疫情所作出的努力 成經業還說澳洲提出這些國際調查 完全是出於政治動機 想聯合美國發起針對中國的政治運動 成經業批評 有些政客試圖將自身的問題歸咎於中國 並且想轉移國內的注意力 他警告澳洲 若然你堅持搞國際獨立調查 可能會引發起中國消費者杯葛澳洲的產品 他說中國人民現在對澳洲所作所為感到受挫 沮喪和失望 長遠來看 如果中國人民的心情越來越和 他們就會想 為何我們還要前往那些對中國不友善的國家 遊客都可能要再三考慮 而中國的父母也會考慮這個因素 來決定是否被自己的子女前往澳洲就讀 這些取決於中國人民的決定 可能有些普通人都會問 為何我們還要喝澳洲的葡萄酒 為何我們還要吃澳洲的牛肉 成經業幫中國再辯解 就說疫情首先在武漢爆發 並不等於病毒來源都是源自中國 他認為病毒來源相當複雜 應該是交由科學家去研究 而不是由非專業的人士隨便諾定論 這個駐澳洲大使顯然就是無理取鬧 以及為反對而反對 實請以澳洲政府的官方立場來算 他們從來沒有歸咎說這個病毒來源 是來自中國或武漢 所以澳洲政府一直以來就要提倡一件事 就是要搞一個國際間獨立調查委員會 查一下到底病毒來源在哪裡 他沒有一口咬定就說是你中國的問題 所以才要查 如果他都認定是你有問題他需要查 澳洲在這方面的立場比美國更加清晰 別人就是要查 當然有些下世界的領袖 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 他已經判定了這個來源是來自中國 所以你這個駐澳洲大使就罵錯人了 沒有理由就去罵澳洲政府 當然澳洲民間有很多聲音都認為來源是中國 但是那些報紙自己寫 你沒有可以干預別人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澳洲政府沒有這樣說過 對不對 第二件事就是 你這個駐澳洲大使其實就是明目張膽地 以經濟手段經濟利益來協迫澳洲政府跪低 但是你又說 若然你繼續堅持搞這個國際調查的話 中國的消費者可能就會抵制你澳洲的產品 杯葛你澳洲的產品 其實澳洲也要面臨著一個兩難的 澳洲就很嚴重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長期以來就是澳洲的最大貿易夥伴 基本上澳洲所出口的份額當中 超過三成都是運到中國的 包括什麼 奶粉 礦產 煤炭 等等 主要就是出口這幾樣東西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好了 相反來說 澳洲就是中國的第六大貿易夥伴 就算大家互不來往的話 澳洲在這個貿易額方面 都會非常之金 好了 還有第二件事 澳洲的教育產業非常之貿易 開到那些大學整行整市 好了 根據統計顯示 原來中國留學生就是澳洲最大的學生來源 佔了差不多百分之四十 三十八點多 而教育產業又佔了澳洲全國的產值 有百分之八 好了 若然所有中國的留學生 一律都說不 不理你澳洲 我們去其他地方 這樣的話 對於澳洲就很大損失 好了 現在你中國 其實就是以這個 經濟的利益 來去作出脅迫了 到底你看看你澳洲跪不跪低了 那時候我中國對你澳洲有這麼龐大的經濟貢獻 對不對 而且大家又可以看到 中國擺明就是要以澳洲作為一個視點 就要對於歐洲各國起一個示範作用 那時候就是要以這個經濟手段來協迫你澳洲 那若然澳洲跪低的話 可以肯定是會造成一個骨牌效應 什麼效應呢 就是其他歐洲國家一定就會更加之軟皮蛇 不敢對中國發出什麼抗議的雜音 因為他們會看到 原來得罪中國的下場就像澳洲一樣 就會損失那些貿易額 損失經濟的利潤 那當然就不出聲了 為什麼中國又要以澳洲作為視點呢 基本上它也沒得選擇 因為澳洲 目前你都說 大家看看全球局勢就知道 澳洲就是僅次於美國對華態度最強硬的國家 中國沒有理由就是找美國去試 試什麼鬼 若然說不跟美國做生意 中國自己也找事 好了 於是就找澳洲作為視點 找他開刀了 如果這一招槍打出頭了是失敗的 澳洲站硬不肯跪低 對於中國也沒有損失 因為他純粹都是所謂賊佬試沙煲 試一下你的反應 試一下你的底線去到哪裡 好了 澳洲的外交部長佩恩 出來回應這個駐澳洲大使的說法 他真的企硬沒有跪低 他怎麼說呢 說現在正是全球需要合作的時候 經濟上的脅迫不是方法 澳洲是不會接受經濟制裁 拒絕任何人暗示通過經濟手段進行脅迫 他說此時此刻需要的是全球合作 對於事件的透明和誠實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澳洲堅距跪低 繼續企硬要推動國際間的獨立調查 其實澳洲對華強硬都是有跡可尋的 不是今天才開始的 在去年澳洲已經禁止了華為參與當地的5G網絡建設 你看看對比起英國來說 英國簡直就是不知所謂 在彈出彈入 又說什麼內閣哪個大臣 對於華為參與當地的5G網絡建設有很大的意見 想著又撤回各置 再一次你就又是要讓他來參與 所以英國在這方面真是把鬼 對比起澳洲來說 澳洲已經把這個大門下降了 所以華為在當地都知道自己沒有希望 亦是被解僱員工 其實對於中國低頭來說 只會遭受到他的霸凌 你又不見台灣政府現在要全面跪低 他一樣要堅持著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價值 又不見中國停止與台灣做生意 雙方都有貿易往來 所以跪低就更加愚蠢 最好你堅持著自己的價值 因為這樣才能顯得到自己的身價在哪裏 跪低有鬼用嗎? 跪低你就要按照中國所制定的規則去運行 那你根本上是沒有運行 自己的國家 希望其他歐洲國家自己也要三思一下 不要經常軟皮蛇 沒有鬼用 你看看香港就知道了 那時整個特區政府 完全不是站在香港人那邊 做的事、說的事 永遠是以北京政府、港澳辦和中聯辦的角度出發 比如說這個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今天出席了立法會的會議 楊岳橋問他 到底你何時知道《基本法》第22條是不適用於中聯辦的呢? 鄭若驊就說 只要你懂法律應該會知道 然後出來見記者的時候 記者問他 要不需要就《基本法》第22條提請人大釋法呢? 他就說沒有需要 大家只要靜靜地坐下來 正確地理解《基本法》 就會看到《基本法》第22條的意思 真是愚蠢到極 再有記者問他 喂 是不是就算中聯辦公開表態支持 個別在9月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都可以呢? 鄭若驊就說 任何人都可以表態支持或者不支持一個人 每一個選民都有他自己獨立去選擇 去投票給他認為對的參選者 到底中聯辦可不可以公開支持 可不可以作出干預 如果你做律政司也是什麼都不敢回答 不如你就索性說 說中聯辦在香港做什麼都可以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